隨機攻擊案是層出不窮 這民眾平時可以隨身攜帶 哨子還有防狼噴霧來保護自己 但如果依舊掙脫不了 則攻擊對方頸部以上的要害 冷靜應對來爭取逃跑的機會 當民眾不幸遇到隨機攻擊 到底該如何自保 遠景就建議 平時可以隨身攜帶這兩個小物品 因為其實現在普遍的一些性犯罪 普遍的犯罪模式 大概就講求這個快速 那他可能就藉由說 快速的去觸摸觸碰或是騷擾 那我們藉由高音哨 可能製造噪音的干擾 讓對方可以快速的去打消 他想要犯罪的意圖 或者是隨身的 簡易型的這種噴霧器去噴灑 可能造成對方臉部的不舒適 使用噴霧器時建議用大拇指按壓 才能避免慌亂之中 反而傷害到自己 另外選購適合的噴霧器 也非常重要 其實噴霧器上面有分成 所謂的水柱形 或者是粉末狀 或者是所謂的膠狀 那其實我們在 以我們遠景的訓練的情況來講 我們會建議去水柱狀的噴霧器 會來得比較適切一點 因為他噴灑出去的距離是夠的 包括我們現場看 他噴灑的距離是夠的 再來如果說你今天只是單純用粉末狀的 他可能還要考慮到一些風向 地形地霧的問題 可能今天噴灑完 你傷了對方 但是也可能會影響到自己 如果依舊逃離不了對方的魔爪 則可以針對頸部以上的要害做攻擊 爭取更多逃跑機會 朱教提醒學防身術 被抓到手腕的時候 我們直覺意識會想要去做外翻 推開 那這時候其實對方的頸部以上的要害 其實就是你可以去攻擊的範圍 你藉由掌跟最主要相比較來 比較硬的地方去做拍擊 進而做出攻擊的動作之後 趕快去逃離現場 可能突然被掐脖子 那我們這時候一樣 臉部的位置或是胸膛的位置 去做攻擊 朱教提醒學防身術 最主要的目的 並不是壓制對方 應該先冷靜下來 尋找逃跑的機會 千萬不要硬碰硬 反而面臨更多危險